今天是元宵节 为期三天的午节早安民俗文化活动 在永安宫妈祖庙正式开幕 其中妈祖绕境八大庄活动 现场超过二三十个镇头驻镇 透过绕境的方式祈求妈祖保佑 在热闹的午节中 舞师表演跟幼儿园小朋友 充满活力的舞蹈后 午节乡长简松树跟县长林聪贤 协同地方人士一起向 立泽永安宫的妈祖祈福 也宣告午节早安民俗活动 今天正式展开 早安 现在经过 我们这很久的生活文化的演化 现在变成了广东的文化祖先 今天早安第一阶级的风俗 我想今天我们办理活动 建立各种变异 代表能够让我们团工发展 有这个在地的文化所 可以来称化来用之外 送到来变成文化成型 午节乡长简松树表示 除了明天举办沙地早安以外 立泽老街今年也安排 一系列的民族记忆彩接 以及表演活动 要让老街呈现热闹的元宵气氛 关销节两大活动 一行就是在我们五个人的早安活动 在今天关销节 我们正式来给它开楼 三天的活动非常正在 除了我们今天传统的文化早安以外 我们还有双地早安竞赛 还有老公的外交 老公的外交 是我们提供负责感情最好的方法 包括我们新老家母比赛 包括我们青少年的家母比赛 还有设合我们大人的 古早男家士的高兴外交 帮助我们老街的意义来的既行 立泽宗超过两百年的历史 虽然实在转变 但永安宫依然保有元宵节 妈祖绕境的民俗 而今天的现场超过二三十个镇头驻镇 绕行立泽检 全新 济星 鼎辽 以及龙德等八大庄 透过绕境的方式 祈求妈祖保佑大家 满年一切平安顺心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